我针对一个Good Conductor来讨论 那所谓Good Conductor的话 就是我的Sigma很大的一个情况 换句话说 所谓Good Conductor就是我的Sigma 会远大于Omega Isho 记得哦 刚刚在这里我们已经写到 Isho C是等于Isho再加上J Omega Sigma 也就Isho Pong-J Sigma Double Pong的部分 所以你永远是什么 Sigma跟Isho在比较的一个情况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 我说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部分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就是Sigma 除以Omega Isho它远大于E了 它远大于E 就跟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换句话说我的Gamma Gamma值的部分是等于 你现在是等于E Mu把它写上来 Mu E 加上J一声加上J一声 一声Double Pong 那这个 它是远大于E的 所以你把它稍微移向一下 J Omega 那这一项 希望把它移出来 Mu E一声Pong E一声Double Pong 你当这一项要移出来的话 你的J要跟着移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等一下 这都果实 OK OK 然后 这个是E加上J一声Pong 一声Double Pong 那我把这一项再移一次 就等于J Omega 更号Mu一声Pong 因为是一声Double Pong J一声Pong 二分之一 一减 你把它移到这边来了 那前面这一项的部分的话 稍微的整理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是 这里面有一个J二分之一 我先处理掉 我说J二分之一呢 基本上是等于多少 J二分之一就是等于 J二分之P 六分之P 六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六分之P的 EJ的四分之P 那也就等于 更号二分之一加J 这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这一个部分 J二分之一的部分 你已经知道 你怎么处理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这两个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边就变成 Omega 跟号 Mu 一声DoublePong 所以一声DoublePong 你就把它放进来 Omega 跟一声DoublePong OK 然后后面的话 一加 这个把它展开 就变成是 二一声DoublePong 文字J一声Pong 然后再加上 八分之一的 一声DoublePong 一声Pong OK 那基本上面来讲的话 这一声是很小的 我们就不管它了 就把它铺裂掉 所以主要考虑的是 这两声 那 这边OK 这里的J已经拿掉了 这是J的二分 J的一减掉 J的负二分之一 所以这是负二分之一 所以J已经拿掉了 OK 所以剩下 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把 这个Ten 这个Ten 一声Pong 出一声 这又是 这个又是 圆小一 所以我们 基本上这两项 比较 我们把一留下来 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Gamma 我可以 近视把它写成 二分之 Mu Omega Skma 然后 E加J 那这个 是等于 Alpha 加J Beta 所以 你非常清楚的 知道 现在Alpha 跟Beta 是相同的 而且都是等于 根号 二分之Mu Omega Skma 那Omega 是2Pi F 所以我们 这边就变成是 Mu Pi F Skma OK 这是 GoodConduct 里面 所对应 你所知道的 一个 有用的 一个东西 那Alpha Alpha 是等于Beta 的部分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刚刚在讲的 Eta C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你已经知道 在 这个 量导体里面的话 Alpha 跟Beta 是相等的 OK 那 那你相等的部分的话呢 所对应 对他的电场 跟磁场 之间的影响 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待一下的话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已经有 定义了 Eta C的部分 那Eta C 给你的 讯息 基本上 我们看到 他的定义 他的定义 就是 Eta 分子 Mu 那Eta 现在呢 是Eta C的部分 换句话说 Eta C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你就把它带进来 Mu Eta C 是等于 Eta 再加上 C Omega Sigma 2分之1 那 你把它 再进一步的 这个 Eta 这个 的部分 Sigma 把它提出来 因为你的Sigma 除以Omega C 是演大E的 Omega Ision 是演大E的 所以这一项把它提出来 这项提出来以后 这是E 我看 是把这一项直接提出来 加上 Sigma J Omega Ision OK 然后的 2分之1 次方 那 你把这一个 这个是 Sigma J Omega Mu 的2分之1次方 然后这是 1 这个的 -2分之1 1加 -2分之1 所以 前面这一个部分的话 是等1 J 的2分之1的部分 是 这个 Ten Sigma Omega Mu 开根号 我先把J 写出来好了 这个 二项式展开以后 是 1 1 减掉 2 Sigma J Omega Mu Mu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值 是 是 年小1 的 所以我们 这个Ten 只保留前面这个值而已 这边就变成Sigma 分之 J Omega Mu 那 J的部分呢 在这边 好 J2分之1这边 我们刚刚写的时候 多了一个 real part J 2分之1 你相当于 J是什么 J就是J的 Exponential 的 J2分之π 你把它 开根号 就变成 4分之1 也就能根号2的1加J 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个 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写成 根号2的1加J 根号 Mu Omega 那把2放进来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是1加J 然后这是 放进来的话 2πf 就等于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忘记话就是说 这是等于 Sigma分之πf 那这一项 那这一项 Mu F Sigma 这是等于 Apha的部分 也就等于 E加J 的Sigma分之 Apha OK 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的 ETA C 那 ETA C 是这个意思 那 ETA C 我们已经知道 ETA C的定义就是什么 就是 电厂跟磁场 它之间 的大小跟这个Face的比例 E 那它是等于 E加J E加J Sigma分之 Alpha 换句话说 它所对应的E 就是什么 这两个有一个Face E X 跟HY 4分之π 4分之π OK 如果你要进一步 看到说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再回来 你把它4分之π的部分 把它放回来 这个就是E J 4分之π 的 更好2 拿出来了 已经 4分之 更好2r OK 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 E 它 电厂 跟磁场之间 它有一个Face 是4分之π的 一个情况 这样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到 是 理论上 你很清楚的看到 是 这磁场啊 OK 落后 电厂 四分之π 那这是其中一个 你看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边 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 Face Velocity 的部分 所以你Face Velocity 一样的 Omega 除以 除以 Rial part的k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 Omega 除以 β 那 β的值 你已经知道 它是它了 所以 你马上 你看到的 你可以马上 写出来 这个是 2Omega 分之μ 一小 那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现象跑出来了 这一个 这个Face Velocity 的部分 它是跟 Omega 成一个 非常大的 关系的 也就是 你的频率 越大的部分 你的Face Velocity 越大 频率越小 你的Face Velocity 越小 它是跟频率 有关系的 这个跟我们说 我们在真空的时候 这个电子波 的Face Velocity 是Constant 是完全什么 不一样的概念 在 Go Conduct 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波 的 像速度的部分 是跟频率有关系的了 这是 那当然 你知道像速度以后 那你就可以 换句话说 你这个是跟 你的 Omega 成比例关系 这件事情 你已经知道 那你知道像速度 你当然就可以 求Namda Namda 我们的话 其实 Namda 其实是就等于 2π Beta的部分 你看到 Beta的部分的话 也跟frequency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Beta 把它放进来以后的话 是2π 然后 根号 π μ f sigma 分之一 好 这是我们的频率 固定了以后的话 那我们的波长 也会跟我们的frequency 有关系 OK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我们说在铜里面的话 那你如果去看一下铜 你的sigma是等于 5.8 乘以10的7次方 然后 因为铜并不是这个 磁性物质 它的 磁导力μ是等于 4π乘以10的 -7次方 这你没有问题的 所以 依照这个的话 你只把它带进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的phase velocity 是720 per second 在 我的frequency 是在3Mhz 是在3Mhz 这个跟 你把它比较一下 我说 你在真空里面的话 你的电磁波 它的phase velocity 是 3乘以10的8次方 这个波的速度已经什么 慢非常非常的多了 OK 我们看到这个 波的速度 只有每秒走 的距离是270米而已 这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的 这是phase velocity 的部分 在铜里面 跟你在真空里面的情况 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谓的 你的这个phase velocity 因为我们是跟frequency 有关系 我现在是在这个 三个Mhz的 频率底下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在这个频率底下的时候 我的lambda呢 是等于多少 我去计算 我会发现 我的三 lambda是等于 0.24mm 在这么高频底下的话 我的lambda是很小的 才0.24mm而已 OK 如果在这个频率底下 在真空里面的话呢 那我的lambda是等于多少呢 lambda是等于100米 你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你现在在一个pull contact里面 同样的频率喔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 这个pull 的phase velocity 变慢 pull长变短 而且短 还满 让你能够 感受出来 100米跟0.24mm 0.24mm 0.24mm是很 很短的一个距离而已 那0.24mm是 代表的是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么短的距离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啊 我说 alpha是等于多少 alpha是等于这样啊 我就去把alpha算一下 alpha是等于 更号 pi f mu sigma 你把它算一下 pi乘上 3乘以10的6字方 因为 这是f的部分 然后乘以mu 是pi乘以10的 負7 然后 sigma是 5.8乘以10的7字方 2.62乘以10的4字方 mp分明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alpha是这个值啊 所对应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这个电磁波 alpha所对应的就是 衰减的系数 attimulation constant 所以你的电磁波 智慧 它的amplitude是 1-alphaz的衰减 所以现在你看到alpha的值 是这么大的一个值 那代表的是什么 我的电磁场啊 随着101-alphaz 你衰减 你衰减 1-1次方的时候 所需要的距离 也就是 你的电磁场 跟原来的amplitude比 它是1-1的时候 它的距离 z z呢 是不是就是等于alpha分之1 对不对 这个距离啊 我们就叫做 你的穿透的距离 换句话说 你的电磁波 从最大的1-0值 衰减下来 达到 它的amplitude到 1-1 1-0 你手左的这个距离 就是alpha分子 那这个alpha分子1呢 我们平常 我们把这个定义成叫做data 好 ok 这个data的话 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 skin dip 那过着是 我们把它叫做 penetration dip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原来的电磁波 是在 假设 我这边是真空 好 那这边呢 是couple 那这个电磁波 传递进来 到达 我把它画 画得比较好一点好了 到达这个couple的时候 我发现 它不是直接 继续传递下去喔 它整个decay 可以变 ok 多少的距离 让它decay到 原来的 1的负1是多少 1的负1是 大概0.368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decay 0.368的距离 就是我们所谓的 penetration dip 这个penetration dip 是多少 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会发现 就是等于2.62乘以10的负4四方 分之1 那这个就等于 我们这边的话是等于2.62乘以10的负4四方 这个m 那也就等于0.038m2 我们可以看到 在频率是等于3个mhz 的条件底下的时候 我电磁波能够穿透到 铜里面多少 大概 不到1个mhz 才0.038mhz 所以它 能够穿透的距离 是一个 非常小的距离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金属里面 是隔绝电磁波的 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金属 你电磁波传递过来 那金属 你的电磁波 到了金属表面以后 全部通通摔减掉了 它根本进不到金属内部 没办法在金属内部传递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用一个金属来隔绝你的电磁波 的最重要的理由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反射回去了 也有可能 反射回去了 第二个 第一个是反射回去了 第二个就是变成热了 OK 能量就变成热了 OK 它已经power loss掉了 好 这是 我们看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 依照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了 好 我们能够衰减多少的距离 这个data 是跟alpha有关系啊 alpha是什么 alpha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等于 b 1 根号 ok 这边mu f 然后 sigma 然后pi 分之1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你的频率 越大的时候 sigma是什么 data是什么 越小 也就是你频率越大的时候 这个衰减就会什么 越大 频率越大 它你的衰减就越大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你 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要在金属里面 尽量的去把电子坡送进来的时候 那你应该用的频率是什么 低频的 ok 那低频的话就是微波 ok 那无线电波这边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平常我们在这个金属的 你要在金属里面传导的部分的话 你必须要用microwave的频率去传导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非常非常薄的金属 你要在这里面传导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skin effect 这肌肤效应的部分 ok 它是一个量导体的部分的话 你就不容许你的电子波在那里面传导 那你要传导的话 你就频率要什么 很低很低的电子波才可以 那你的这个金属呢 要越薄 如果你薄到一定的程度 我说 薄到一定的程度 让这个电子波衰减以后 它频率还 它的amplitude还很大的时候 那它可以 就这样子 穿透过来 然后呢 穿透过来以后呢 再继续的在这边 再继续的在这边传导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 后面就会去 要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 去解决说 我这个到底要多大多后 会有什么现象跑出来 就是电子波在里面传导 那你如果在这边传导 就是又有入射 又有反射 然后这边又 产生热的传导效应的话 就是后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在good conduct里面 你的电场跟磁场 它是有一个四分之π的关系 那这个四分之π的关系呢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我说如果有一个linear polarized 这个平面电磁波的话 那它是沿着正Z轴 在运动 在populate 然后呢 它的电磁波的方向呢 我当成是 这个S轴的方向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说 我们在之前已经把 这样的铺 电磁波的facial ok 那它是I 然后100 cos 的 10的7字方πT at Z等于 好 换句话说 这个呢 我们所写的 Z是等于0的时候 跟时间的关系 假设我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呢 要求的是什么 我让它在 我让它在 水里面 那在水里面呢 它的界电系数是72 μR是1 sigma呢 是4 C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条件底下 假设 我的 这个频率 我可以知道 这里已经告诉我了 cos Omega t Omega的部分 就是等于 10的7次方 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频率底下 那我们 马上可以看到 sigma 除以Omega 以上 这个的比值是等于多少 你把sigma带进来 4 Omega是 10的7次方 好 那 一熊呢 是72 乘以一熊0 那一熊0 那一熊0的话呢 把一熊0带进来 ok 那你马上你可以知道 这个大概 算出来的结果是200 所以 这个值是 点大一的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认定 这个海水啊 是 一个goconduct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goconduct 来看待 那如果是goconduct是 我说 如果海水 是一个goconduct的话 那你现在刚刚我们看过的alpha值 alpha值 跟beta值 是等于相等的 那也等于pi f sigma 那 然后 一熊 啊 mu 不是一熊 因为一熊的部分是Omega 跟 啊 sigma 已经 被提出外面来了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你把alpha跟beta 算出来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等于8.89 那 那你的etc 在这边 你就可以知道 etc呢 它基本上是等于 1加j 然後 sigma分子alpha的部分 那我们把它带进来 这个就等于pi e j 四分子pi ok 好 那 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以后 你马上你可以 进一步的 啊 去写一下 我们的 电厂的关系 跟 磁场的关系 那首先我们看到 你电厂 你用facial notation 来看待的时候 那我们把我们的电厂的部分 ok 它是i 然后100 然后 e 本来应该要有一个 say kz k的部分 已经是 k已经变成是 jc的 也就等于 j的a 加beta的部分 ok 好 所以你把它放进来的话 k的部分就是 j r加 j beta ok 然后 z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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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我们马上 是等于 lipop把它带过来 i方向 100 1 1-alpha z 1-j beta z 1-j omega t 点 你相当于是什么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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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α分之1 你可以把β 8.89分之1算一下 这是0.112 非常小的一个值 β的部分 你也知道是等于α跟β都一样是8.89 所以你的1你就知道了 那再来呢 HY呢 HY呢 是等于etaC的ex 那我们的etaC 这边已经被我插掉 etaC的部分是等于 我直接把它写上来好了 我说 HY的ZT OK HY的ZT的部分 是等于 1 1X分之etaC 1C分之 1X Z Z 然后E 这个是Z的部分 J Omega T 所以我们把 所以我们把 这个带进来 这个是100 这个是100 Pi 整理一下 Pi分之100 一负αZ 然后E J Omega T 减 1X分之1 Pi 再减 βG 所以我们 马上我们可以写出 它的大小是 Pi分之100 Cosine的 Cosine的 E负αZ Cosine的 Omega T 减 βG V 减 4分之Pi 那你现在 你看到 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说我们 这个 磁场的部分 落后电场 是4分之Pi的情况 所以你的磁场的部分 ZT 就等于 J方向的 Hy的 ZT 你就可以得到 好 这是我们的 市场的部分 那你现在 你看到 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你们的 不管是磁场 或者是电场 它的Ampitude 衰减 全部通通是跟 这个衰减的 深度有关系 OK 这个衰减深度呢 就是我们的 Eta的部分 给我们的结果 跟Alpha有相当的 一个 关系的部分 那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 你要使这个电子波 不衰减的那么快的时候 尤其是在深海里面 你在海洋里面 海水里面的话 那你必须要用什么 低频的 电子波 你才能够在海里面 传递 这个是 我们在这边 我们看到的 Alpha 是根 根号 Hi F Nu 这个 啊 Sigma 有关系 所以 你在这边 F的部分 是你的一个关键字 你在海里面 的通讯一定是什么 低频的 你才能够通信 好 这是我们到这边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哪里 JC JC JC的话 我们在刚 你说这个是什么 JC 我们把JC 就是定义 JGamma 原来你的 1 加上K平方 1 是等于0 所以我们把这个 已经变成JC了 那 KC 的部分 就等 JGamma 嗯 Gamma 哦 对不起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J Gamma 是等于阿法加J Beta 反过来 反过来 对 Gamma 是等于J KC OK 这 这里是反 好 他这边有一个J 还是怀呢 还是怀呢 抱歉 Gamma 是等于阿法加JBeta 你 有没有 是 好 对不起 感谢观看